Nancy去吃也是一样的 好啊 我在照顾先铁了 懂得适可而止 其实Nancy跟我一样 我们常常有去唱唱歌 跳跳舞 不像有一些人 吃饱就睡 睡饱就吃 我突然想起我的 海南歌猪扒 我不吃 我跟着去看看 总可以吧 这是本地硕果仅存的福州菜餐馆 让国人能在舒适环境下 品尝传统福州菜 创办人勇于创新 在烹调中纳入各家所长 他可是本地第一位 以高屑来制作洞屑的师傅 现在已郊游第二代 继续发扬光大 我看你身体不太舒服 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我现在精神饱满 胃口特别好 我今天请Nancy吃的菜 你不太适合的 望眉止咳是很难过的 是啊 是啊 老大你乖乖听话吧 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如果你比我先早走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办啦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刻 老的你放心 等一下我就眼看手不动 很多人对猪肝敬而远之 其实只要霍原新鲜 烹调德法 它绝对可以成为美味佳肴的主角 师傅选用新鲜猪肝 配上蒜头 辣椒 混合粉 和盖兰 猪肝的厚度必须适中 才会粉嫩够味 首先师傅以调味料 将猪肝腌制去腥入味 再沾上混合粉炸一炸 让猪肝裹上诱人的金黄外衣 加入蒜头和辣椒炒一炒 猪肝就夹带着香气上桌了 猪肝含丰富铁质 老一辈把它当补血圣品 这一道虽不算是福州名菜 却是创办人一代传一代的好菜 有些厨师经验不足 不敢挑战猪肝 煮太久怕太熟 变得又老又硬 煮不熟又怕看到血水 历史特到位 哇 果然是一代大厨啊 懂得还真多呢 好说 好说啦 这个猪肝很粉嫩 外皮还很香脆呢 这层外皮除了可以增添口感 还可以保护猪肝在炸的时候 不会变得太熟 嗯 这酱汁也非常美味 真不简单哦 老大 你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 我只吃那么一口啊 你啊 吃那么一口啊 我的口袋就要破一个大洞了 老大 你是关心我的健康还是你的钱包 你有健康 我就有钱 你没健康 我就没钱 安西啊 既然他这样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你就少费心嘛 来 我再点一道菜 让你消消气 这可是创办人的得意之作 用到沙罗虾 猪网油和红萝卜 把一只只紧密并排的大虾卷在猪网油内 在上粉炸熟集成了这道外层金黄 虾肉飞红 与众不同的虾卷 这里一共六粒 我们一人三粒 好啊 来 吃吃吃 这老板用的是这个大虾 其他人用的是剁碎的虾泥 这口感真的是差很多啊 他用的是沙罗虾 比老虾贵了 难怪吃起来很有弹性 还可以吃到虾的原汁原味呢 喂喂喂 你们够了 不然你平时不照顾身体 你知道吗 尿酸会带来三高了 三高 那么多 太好了 我最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 三高就是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这么严重啊